首度作為證人被檢方約談到案 基隆市長謝國良抵達北檢時面帶微笑下車 針對提問沒說太多 他現在早上10點進入廉政署 訊問一小時後再前往北檢復勤一小時 他表示細節都已經一一答覆檢連 但按規定不能跟外界討論細節 我有作證的義務 所以我就是針對於這個廉政官所詢問的事項 我有這個一一的來說明跟答覆 根據周刊報導 謝國良在柯文哲的USB中被記載的內容是 2022年10月1號謝國良200邱佩玲 這200疑似是謝國良母親捐款200萬元 原來他在兩年前聽完柯文哲演講後 決定捐款跟柯文哲交朋友 但民眾黨卻未依規定登陸政治現金 只有橘子記錄在隨身碟的私障中 而對此北檢表示偵查中不予回應 有檢察官來進行一些相關的詢問 那我也據我所知的以證人身份 一一的來答覆 這次謝國良結束复訊後 沒解釋太多細節就急著返回基隆 坐鎮防災中心二級開設 其實這天北檢也傳喚了另外一名被告 木可公司負責人李文娟 上一次來是在8月14號以150萬元交保 這次又被找來恐怕還是在金流上 有疑點 至於激家中的印小薇早上就抵達北院 開延壓庭 她至今依然是否認犯罪 到底會不會延壓 法官表示會等隔天 助理吳順明的庭結束 在連同沈靜晶、印小薇一起宣布結果 TVV的宣布就關你太不懂了